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除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这是去新安江的路上 看到这碗好多金丝黄菊 特别的漂亮 开得正是茂盛的时候 是这种泡茶喝的 好漂亮 我们现在到达了舍县蜘蛛肚 这里是大川龙家乐 我们晚上才到的 进来这条路是非常窄的 这一般是摄影爱好者发生有 都知道这个地方 明天早上我们就看 这个下面就是西安江 明天早上就看城墓 你可以看日出 这个龙家乐它是按住宿 是按50块钱一个人收的 也可以包吃住 这是我们自己在做晚饭 龙家乐的厨房 现在不是开油菜花的季节 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 老板家里也没有什么费的 我们来到翻箱倒闭 鱼头炖豆腐 今天是11月15号 这里是黄山师附近的 设县大川岛 那个上面就是蜘蛛肚 肆里人会知道这个地方 这是一家龙家乐 这个龙家乐的位置很好 这是他们家自己家种的菜 他们家是按照人头收费的 住宿是50块钱一个人 早上是有乘务的 看那个远方有雾 昨天这个地方是满天星斗 可能信心太多了 今天起雾就比较少 这一片地方是拍油菜花的地方 龙家乐是有三层 OK 这个旺采很老实 不可以 他的腿被 夹野猪的那个夹子夹伤了 客栈的老板娘在给我们做早餐 吹烟 中间那个就是大川的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太阳已经出来了 但是那个沉雾没有飘过来 还在那边的山奥 这个农家乐正前方是这个样子 我所在的位置是他客栈的三楼 三楼 客房的走道 如果这里有沉雾 正前方有沉雾的话 可以拍岩石 前面那个位置的话 要上着蜘蛛渡去拍 三楼的客房 三楼客房都是两张床 很简单的设施 农家乐 这房就是一个床 一个可以洗澡的卫生间 出去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顺干面 我觉得他炸饭自己拍得麻烦 这个不是手 吃早餐 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 那个雾飘不过来了 我们昨天晚上就住在灰青龙虾乐 大川的灰青龙虾乐 这个位置是相当好的 视线比较开阔 这个前面就是新安江 看到没有 那个脚上就是码头 每天上午一班 下午一班 两班船 可以去深渡镇 全票是四块钱 如果大家喜欢摄影 喜欢发呆 我建议这个龙虾乐 是比较好的 这个地方是油栽花的时候最好 它叫三月底吧 这是老板娘 好 再见了 好了 我们再见 好了 再见 好 再见